房仲帶看只要有客員 跑幾次都不喊苦 但他們身兼數職 他是包租代管的管理師 踏進房仲產業沒幾年 吃苦早已當吃補 還有房仲接到他排仲介 躺了一年沒賣出的房子 物件在台中 屋主在台北 他就衝台北拜訪 簽專員後回到台中 才發現房子被斷水斷電了 他趕快處理 後來再找同事打掃整心 屋內焕然一新 自己也有成就感 但不會言有些房東不懷好意 說當清潔工或合適老 都沒問題 不過也碰過 陌生拜訪開發 被拿掃把逐出門的心酸 遠一點的陌生開發 盡量兩人一組 電話簿裡也要存進電器等 維修各行號碼 有房仲說有些屋主 對房仲存在刻板印象 但也有像這樣 踏踏實實跑物件 為買賣或租賃雙方取得所需 提供服務而努力的房屋仲介或管理師 電話不關機 如果有苦也是肚裡吞 TVBS新聞許利反紅彩輪台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 我們下載TV 我們下載TV